520行情 我們認真講 到底520要做什麼股票 沒有錯 我昨天有問你嗎 不是啊 蛤蜊放酒會變什麼 蛤蜊喔 嗯 蛤蜊放酒 蛤蜊放酒就抽掉了啦 四個字 四個字 嗯 四字 壞掉的蛤蜊 白酒蛤蜊 白酒蛤蜊 白癡 白酒蛤蜊 冰島 欸錄影了啦 歡迎收看 古是秋海嗨 讓我們一起秋海嗨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Doris 讓我們歡迎今天的特別來賓 又是古名當家的6 大家好我是劉 剛有吃水果吧 有啊 真的啊就是 要和我一樣甜才端得出來 妳又想幹嘛了 沒關係 妳就繼續這樣無視我啊 沒有關係啦 有嗎 我沒有無視妳啊 有啊 就這樣愛妳 愛妳 愛妳 隨時都要賺錢 我喜歡妳 有個票 歡迎 還有妳的粉絲 把我們求 還還還翻 那就是場地 妳在開演唱會嗎 喔對啊 我覺得啊就是不能一直讓妳表現啊 妳每次都講的這麼好 總該換我一次吧 好啦今天就讓妳唱歌唱到全場吧 讓妳表現吧 我覺得可以耶 還是我們兩個互換角色 改天就是 妳當主持人我當分析師 可以啊不用改天 現在就可以了 現在就可以了嗎 導播那個 我們可以企劃一集喔 然後我們 古名當家五千人訂閱 我們就來企劃這一集 好 沒問題 數學那麼差 讓妳分析還得了喔 跟你說 我有我的辦法 真的不用擔心 好啦好啦 明星演唱會至少都唱三首齊跳耶 是 妳該不會這樣就沒了吧 唉 我就知道 妳真的 太想聽我唱歌了 並沒有 來吧 我就唱給妳聽 歐六股票多說一點 想說我就多聽一點 掌聲多一些些 讓我能真的看見 歐六多說一點 乖乖緊張了就愛你 來人啊 趕快拿拖子好不好 快受不了了 唉呦 就讓我 為妳唱情歌 讓我 對妳說愛妳 請妳相信我的情形 太多了太多了 妳在談戀愛喔 對 我就是在和 股民當家 還有股票還有錢 在談戀愛啊 妳沒有對象嗎 唉 我有 我愛你 五二零行 傻眼 妳不要鬧了 五二零行 我們認真講 到底五二零要做什麼股票 沒有錯 那就是啊 五二零呢 正正概念股中呢 其中就是有一個 生技醫療股啊 那聽說還很火熱耶 紅通通的一片 沒錯 沒錯其實第二季通常是傳統電子業的一個淡季 那再加上台北股市從前年的一萬兩千六百一十九點一路上漲萬二到兩萬 你看漲這麼長的一段時間其實台北股市都沒什麼修正 那在這個地方呢 進行一個橫盤的整理 才是一個健康的表現 當電子股在休息的時候 生技股就有機會上來 特別是五二零的行情 你知道我們現在是什麼執政 綠色 沒錯嘛 綠色執政嘛 他重視的就是什麼 就是生技相關的產業嘛 嗯嗯嗯 那有哪些我可能不知啊 例如四月初馬上就有十幾家公司要舉辦生技股的業績發表會 像美食 藥華藥 佐登 寶瑞 台藥 金碩等等 這些公司是台灣證券交易所舉辦的喔 還有線上直播可以看耶 嗯嗯 欸你不要一直吃好不好 你不要聽我說啊 我有啊 你看我們今天這個叉子蠻環保險的漂亮耶 我們都用叉子不用砍樹啊 也不用做竹籤啊 超級環保 哦你是想要暗示我 趕快講探權相關的股票是嗎 對啊 這太了解我了啦 像現在四月起啊 就會陸續推出第二波的國際探權商品耶 那他的目的呢 就是為了因應蘋果供應鏈去生產的需求 那這樣蘋概股是不是要重新掀起一波的趨勢潮流呢 好你可以開始繼續吃蘋果了 好沒問題 去年八月啊台灣的碳交易所才剛剛成立 那年底才剛剛有一個新的碳交易 那對企業而言這個碳權 購買碳權是增加你的成本 是 好那蘋果推動的是碳移除 碳移除的碳權 那這個議題是非常複雜 他意思是說可以透過造林種樹 然後林地富裕的方式來達成減碳 可是這個議題真的太複雜了 我們以後找時間再好好的跟大家分享 不然現在漲下去這樣又要上解盤了 那他就是除了這些高價的台積電啊 台達電鴻海這些我買不起的千金股 快變成千金股的東西之外 那應該有其他就是小資主買得起了吧 確實啊台北股市現在很多氣勢比較強的股票 都是高價股特別是跟AI相關的 但我覺得你在衡量一家公司的好跟壞的時候 你不能看股價 你要看這家公司的投資價值跟競爭力 好公司他的股價當然比較高啊 我舉個例子 你在路邊攤看到的那個高房的百達肥利 一支200塊 可是瑞士原廠的百達肥利 一支可以賣20萬甚至於200萬 從外表看起來都很像嘛 可是品質就是不一樣 貴的東西有貴的道理 那你買不起整張的台積電 你可以買零股啊 那像美國他們在交易股票 就是一股一股的進行交易 所以你想買美國一股的揮答 那也可以嘛 可是我就是買不起 但我又很想買 我也不想買零股啊 那應該有很多那種就是10到20塊的 那種小小的 動不動就漲噴停的耶 你的意思是動不動就漲噴停吧 好沒關係 是 沒關係我聽得懂 確實是你知道嗎 就是現在有很多這種股票 就是10塊左右 甚至低10塊 對 比如像今天庭星6塊 連展投10塊 新零售11塊 達能15塊 銅板股很多 而且動不動就漲停 漲5%漲10% 可是這些公司他的量很少 那業績很爛 又名不經賺 投機的性質很重 那你買這樣的股票 你是在賭 你在賭 不是在投資 像我們 從來不用賭的 我們是深入產業 去了解公司 到底他在做什麼的 產品是什麼 我們才會投嘛 嗯 嗯 我看我還是 欸怎麼跳電了 一定是你說溜了太多個股了啦 錄影棚要阻止你 是嗎 好那我們趕快休息一下 好 等電力恢復再繼續講 再吃一下好了 不然大家沒有畫面怎麼看呢 對 但我覺得不會付電 因為電家強勢上漲啊 再說啦 觀眾也不趕快幫忙分享 也不訂閱 那罷工整個是剛好而已啊 大家把畫人幫六訂閱突破五千 欸 電來啊 可是我還沒好啦 你慢慢來啊 我來喝茶 好好好 我已經好了 那重電族群呢 最近就是非常的強勢啊 之後會再搭上520這個題材的綠能行情嗎 其實最近政府啊 又要漲電價 很快的又夏天 缺電的題材肯定會被拿出來炒作 是 那像中興店 華城 大同 市店 相關的綠能概念股啊 都可以看 但是不一定要追 為什麼 因為這些股票都已經漲很遠了 那既然啊 還有題材呢 那就會漲啊 我沒有阻止你追啊 做好風險控管 設好停損 你想炒短線 就去啊 我真的啊 覺得你今天太佛要漲這麼多好的個股 又分析得這麼專業耶 好歹我在投資界也超過20年了吧 說的也是 那我覺得真的是用一台攝影紀錄 就還不太夠 我覺得應該要全方位360度拍攝 這樣說不定你真的就能當世界第一了 你真的太誇張了 哎呦我覺得就是剛好而已啊 導播我們可以下次用無人機拍攝嗎 先準備無人機是吧 對 來我們要當世界第一 那你這個就要好好講囉 下次有沒有無人機了 新聞就在你身上了 那軍工啊 集體上台 子彈都備好了 這場仗我要如何打呢 其實你知道我們現在兩岸的趨勢啊 是持續不斷的都非常的緊張 對 那軍工這個題材三不五時就會被提起 那包含像龍德造船 然後義騎 雷虎 波利 最近走勢都蠻強的 那我這樣子進去會不會就是進到火葬場 應該會被打成蜂窩吧 天啊這怎麼說 那不會是開槍的好時機嗎 其實這個族群它比較偏向題材性 因為它的營收數字跟消費型電子 或者說AI產業比起來 它的數字波動比較沒有那麼穩定 那我還是覺得AI是比較好的 所以認真來講啊 AI應用在國防科技相關上面 其實也算是另類的軍工概念股 那這場仗開完以後 我要去開營火晚會了 木頭有準備好了嗎 哎呦 我知道你不要再考我了 這就是成交量啊 那也要看投資人的熱度啊 哎呦 有認真學起來喔 不錯不錯 當然囉 賺錢的投資的請跟我來 一邊跳一邊勝利喔崇拜 開心的幸福的都跟我來 幸福且賺錢的理財不等待 你到底還有幾首歌 不是啊 就是我們大家對你的崇拜啊 跟你呢 又可以學到知識 又可以幸福理財啊 對不對 沒錯 是是是 那很快呢 下週就是兒童節 清明連假呢 會不會變盤啊 拜託 哪來這麼多的變盤啊 是 元宵節 清明節 短午節 中秋節 神經病喔 公司的營運 跟這些節日 有什麼關係呢 哎呦 就是還是會 怕股票下底 會崩盤啊 美國下半年 啟動降息循環 對 加上11月的總統大選 那美國的製造業PMI 也持續復甦 穩定在50之上 台灣前兩天才公佈 警氣對策信號燈 對 也是持續穩定的亮綠燈 是 所以放心啦 拉回就是找買點 不用怕 果然還是市場地的厲害 那我真的很想要再來最後一首 六支歌耶 不是我不讓你唱喔 是錄影時間到了 我們要結束了 唉那股市錯孩孩 拜拜 我下次再來安考取涵了 你不要了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人在善導寺 我們就來看看善導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聽什麼歌吧 欸中序同學 你下耳機聽什麼歌啊 我在聽這個 訂閱理財週刊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耶 太有Sense了吧 掰掰掰掰 會兒 你下降了 在這兒 學院 來 你